当你听我的声音 挤入中国新歌声 总决赛六强的李佩玲 从北京回到温暖的家乡后 就活动不断 今天第一次正式面对媒体采访 在总决赛时呢 因为选唱Let It Go 而被一些人认为 那因选错歌了 佩玲也为导师喊冤 Let It Go其实是 导演组里面选给我的 其实都觉得 因为蛮适合我的 就是那首歌 可能意思啊什么 都觉得挺适合我 所以就是希望能让我唱出来 那种感觉 然后那因老师 其实这首歌 不是完全是那因老师选的 但是大家都误会 是她选错歌给我 其实不是 虽然在比赛过程中 有幸和导师那因合唱 但其实呢 李佩玲更想要和自己的偶像合唱呢 我偶像是薛世千 合唱啊肯定是 那因老师合唱过啦 肯定是我的偶像啊 对 希望能跟偶像合唱 但是当天我的偶像跟了我好朋友合唱 Benita 对 然后就 就是那种感觉 但是 我还是很开心啊 因为Benita 有这个机会跟她合唱 对 她有帮我传达那个信息 对 所以如果现在轻轻 你只是可能唱一首段的话 你有可能吗 可以啊 我唱一半 可以为我们的伤 承担一半 是我投入到一半 看到不安 好过未来 一点一点纠缠 对 就是这样的歌 此外呢 对于在槟城遇到记者不礼貌的事件 佩玲反而担心记者 就是 就是我觉得还好啦 当时她说的时候 我是有一点吓到 我吓到不是因为她说我的不好 就是我会想到 哎 你这样说等一下 会不会有人在说你啊 在今天的介面会中呢 佩玲也跟热情的粉丝合影 玩起了自拍 但是说到未来 佩玲早已有了打算 不过呢 必须等到她18岁成年 也就是两年后 会参加中国的我是歌手 而在那之前呢 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 她在总决赛准备的第二首歌曲吧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